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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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I的人工受精 就是我們做回剛才說的時間 計時間 自己的一模一樣的事情 就是我們做些排卵針 排卵針 讓牠的眼睛熟了 我們就照樣 夠大了 帶了排卵針 你就星期二大概10點左右就排卵了 星期二九點鐘就叫你老公給一些精脈 我們就處理完 處理完就幫牠擠下去 那處理來做什麼呢 處理來就是令牠好一點 這都沒有錯法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看影片 就很短的 十幾秒 所以不是太久 看來的感覺都很差 因為大部分的精都不會動的 你看到其實很多都是在動的 有些是在原地點的 甚麼意思呢 那我看來的意思呢 他們是一條的 不過沒有用的 因為這不是一個 progressive motility 就是我一個 我一個氣泡針 不一定是自己原地跳有什麼用的 好了 接著 那你 再看看這個 這兩個是同一個人來的 同一劈精來的 這個是洗完之後 所以你做阿約其實就是為了達到這個效果 我只能說 洗精 那就好了 那究竟你做IUI成功了有多少呢 其實基本上就看你 要平均你上網自己看到的 IUI平均有10%左右做一次 那10%那麼低又說是 第一你要知道10%真的是低的 但沒辦法 因為你一頁都沒有了BB 你會找我才做IUI 你一定有些問題的 那也好Depend上他的問題是什麼 如果他排卵問題的 他成功率是高一點的 因為我們用一些破卵針幫了他 如果他輕微精弱的 好一點的 因為大家看到這條 那個技術是幫到他 如果卵策提早衰到的 即是你連材料都有問題 那你做什麼都是這樣的 其實沒有分別 所以成功率是低的 你輸了一邊塞了都是低的 有些人一邊塞了都不想做IUI 所以IUI 因為便宜一點 但是你左邊塞了右邊通 如果我打了排卵針 你左邊的打在左邊生長 我cancel cycle 就可以做到 那成功率是低的 因為你自己砸了自己一半功力 已經 所以輸了一邊塞了一些人 其實我不太喜歡做IUI 有時候他們監獄禮物 我幫他做一次試一試 不行就算了 IUI的成功率 好看你有幾條蜥肉的症 你超過2000萬條叫正常 那就好很多 即是你肯打針12% 如果跌到100-500萬 其實你的成功都跌到2.5% 那就是做來做什麼呢 這個人就是洗完精 做IUI洗完精 只有45萬條 那你做不做呢 45萬條 剛才我給你的數據 這個人得1%成功率 這個世界一定是中落合彩的 他是成功了的 但是呢 當我把這個案子 和我的杯拖師說的時候 他第一個反映於說什麼 你肯定是同一個男人 但是呢 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明白男性本身 亦是一個喜喜樂樂 即是跟任何運動員一樣 即是他們每天都一樣 那這個人是 那這個就是普通婚前檢查報告 有些人做這行的 可能認得是這個LAP 那你就 你看到他們100萬條精 那後來我們就驗了四次 2014年2月3千萬 2015年6月800萬 2015年9月6千萬 一個月之後800萬 其實這個是很極端的例子 大部份都不是這樣的 大部份呢 好的那些呢 它起起下來就是這裡 差的起下來就是這裡 好少說是這樣的 那這個也是我叫做最極端的例子 所以有些人會問他問題 為什麼我平時沒事 我去到又不行 我怎麼知道那天怎樣 好 IBS其實我還可以不特別講 因為比較複雜一些 但是如果大家想問可以問 那最後一個呢 想說的就是 現在生孩子又不用死的 那些人經常問我打牌子 會不會生cancer 那還有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捉了我20顆蛋 我會不會提早壞路 第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排卵藥有了很多年了 就是今天這間廠 他們最早出的那五十年了 五十幾年了 五十幾年了 所以我們有很多數據 其實生cancer的 risk 就已經沒有高了 以前那些人以為 那個risk會高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純粹在用過這些藥的人 和沒有用過這些藥的人 你只要很direct地去對比他們 他們真的高了 用了藥的人 如果那個女人都concern了 那那個答案也是不會的 那些人經常問我 你捉了我20顆蛋 那我明明排了 那20顆蛋 我為什麼不會提早壞路呢 你如果記得我之前有張slide說過 你11歲的時候有40萬顆蛋 你由11歲排卵到51歲 40年 500幾個月 500幾顆蛋 你可不可以40萬都去了哪裡 其實我們用這些排卵藥呢 就是令到你多些蛋發育 那些蛋其實不發育是死的 所以其實是 如果你看看那些人用過很多藥 那個menopause的age 其實at the end of this 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起碼告訴你 你不會提早修徑先 就是說你會不會有其他副作用 什麼腫癌那些 就比較難評估一些